福禄秀训练学院首集播出 三位教授凭代号盲选学员 不少都相当有惊喜 其中声梦义毕业生赵仲怡 以堆田区龙亭赢得青睐 各位好 我是堆田区小龙女龙田 大家都猜不到怕怕丑丑的Maggie 有这一面 因为会参加这个比赛 我对自己也很惊讶 因为每个人问到我都问我搞什么 为什么要参加 唱唱歌为何去扮演 我觉得扮演是一直我很想做的事 先过唱歌 但是唱歌的机会比较错了 很荣幸这次有这个机会参加扮演的比赛 有一天可以扮龙婷 为什么会打算扮演他呢 因为我有看《钟佑声音》 然后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龙婷 因为其实他的个人风格很强烈 而且我觉得说话比较短 对我来说是容易扮演的 所以就选了龙婷 那这次是怎样扮演他呢 是不是不停看他的视频 唱歌之类的 对 差不多全部的比赛片都看了 连他第一次面试的视频 还有他自己拍的视频都看了 另外化身食神火鸡姐的澳门选美冠军 变装前后的反叉更加看到大家 哇一声啊 但是这次扮演火鸡姐的 其实欺压是不是也很大 其实我自己都可以的 但是慢慢听各位参赛者和评宽说 好像真的挺大 是啊 是啊 因为 都真的很 所以就 希望大家会看得开心 但是自己还有没有会扮一些什么艺人 那些这样的 反而真的去扮演一个艺人 真的没怎么扮演 但是就 可能人家说你像谁艺人 所以想挑战一下自己 是啊 刚刚在录化妆的过程 我觉得很兴奋 一直在弄模样的过程 我都觉得很兴奋 代号《还珠攻略》的黄玲 原来因为她的男神而参赛 是特意在韩州飞过来参赛这个节目的 是啊 我是特意过来的 本身为什么想参赛这个节目呢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很舍扮演 因为之前和祖南都有一面之缘 是 在三年前我们合作过一个综艺节目 然后之前她也是我的导师 是不是在她身上也学了很多东西 是啊 所以这次也是特意想参赛她那组 当然 她是我的男神 是啊 这次真的很开心 其实还有不少艺人等候中 搞笑能手王建东也有参赛 他化身日本人气跳舞团Afrigandi 为了打造这个校服录 东东真是困难重重 这个节目是很公平的 他就说大家一定要靠自己 所以我第一次说 我这个校服不简单 在哪里找回来的 我想说 我之前去了校服公司 去了校服公司 那里想买女校的校服 是的 然后在这个花区和九龙城 是的 然后姐姐说 他们很害怕 我们只是买给学生 你哪里是学校的 我们不会买给你的 我觉得自己是变态 好啊 逆服匹 就是很害怕 然后我想 我没想到很尴尬就走了 我去几间也是 这个待遇 然后我就找人弄 是四位数字的 这个校服 是啊